大家好神奇的灰白 三天呢 没有录视频 其实是因为这三天 我都没有出工 没有出工呢 就不会打理自己 等到快出工的时候 前一天晚上也就是今天 再洗个头 迎接明天的出工 当没出工的时候 在屋子里是很颓废的 头也不洗 床都不洗 对不对 今天终于接到 通告了 明天可以出工 明天五点十分要出工 所以晚上洗个头 早上起来胖没有时间洗 外面下雨 今天外面下雨了 刚刚吃完饭 不出工的每天就吃一顿饭 晚上起来吃一顿 出去下去 吃了一顿饭 吃的还挺 肚子还挺不舒服吃的 这个视频呢 不是我这想嫌扯的 我是想说一下 一个 男女观念上的认知吧 为什么我 我这三天没有出工呢 一个是因为确实是 这个 这个这个那个什么 呃 现在剧组少 快快过年了嘛 另一个是因为我三天前我是扛那个 扛那个花轿 就那个 就是古时候那个花轿 八九百斤重 上面还加个人 一共八个人抬 一共八个人抬 都很吃力 抬将近五十米吧 五十米远 抬了一下五 抬了一下五 差不多 呃 十五六次吧 来回十五六次 然后 现在胳膊很疼啊 应该没有 没有黑青啊 反正是很疼 现在摸上去还很疼 就这块 呃 呃 我当然不是说就是 我不不是说这个 台花轿有多辛苦啊 我不是说这个问题 我是想说 呃 在在那个台的时候 发现了 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 也也是也是我 哎呀 我真的是 也怪我自己啊 为什么要跟那个女的说话呢 就是台的时候 那个女的在我旁边 就是旁边是观众嘛 就是两边都是那个 看热闹那个那个 那个平民演员 旁边有个女的 就喊累不累啊 累不累啊 我我我看了他一眼 我就说 我好真累啊 所以 所以呢 你就要应该 善 善待你将来的老公 呃 你看看 这这这点钱多么不容易啊 好好对你将来的老公 呃 就这个意思 然后看完了就说了一句什么呢 他说 我们女人还生孩子呢 我一下就无语了 我一下就无语了 他这个他这个话啊 话是没错 但是他这个说这个话 其实能反映一个问题 现在太多的大多数的女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是自私自利的一个一个一个表现 我说那个让他善善我说那个啊 让他善待他的老公是是要告诉他 外面挣钱是很辛苦的男人 对不对 并不是说让去去去剥夺他什么 对不对 并不是说要要占有他什么 就是说男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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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而他的那个出发点就是说啊 我我更就意思是我生孩子我更辛苦 怎么怎么样 你应该更对我好 那善怎么再对他好了 像条狗一样的出去挣钱了 挣回钱拿拿拿回家给给他了 然后善要怎么做 善要就是再再跪下来再舔他吗 是不是他才他才开心吗 就是说他根本就他根本就不会懂得男人的辛苦 啊他只会懂得这个女女生孩子那个 你看这个 这我不知道是这个毒鸡汤的把他造成这样 还是他主观意识上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这种女人我真的我通过就这就这一下 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 啊然后那个也是满嘴脏话 那个女兄爷说话跟别人别人别人说话 就是满嘴脏话 我就观察他一段时间嘛 就是有时候就是台湾一次停停个七八分钟 然后再调整什么机位啊什么的 我就看着他 我说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水平啊 这个这个女人 就就给我这种感受 这就是从这个这个问题我就研发出来之中 很大的这个社会问题 这个女人生孩子是是挺辛苦的 但是难道男人不懂得难道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男女关系当中 男人对女人难道不够关爱吗 对不对 可是现在是这个这个关系当中 女人对男人不够关爱呀 哎呀我靠我这个衣服穿反了 我才看出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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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这是个意外啊 不要不要介意这个 难道他不够关爱吗 对不对 我靠怎么这么一下不严肃了 好丢脸好丢脸 这个视频我靠我到要不要发出去啊 这感觉好丢脸 可是我又懒得从路了 呃这个 不要纠结这个了啊 就是说 女性啊 她真的是不懂得 关心别人 她不懂得就是别人也不是别人吧 自己的老公叫别人吗 不叫别人 不懂得关心自己的老公 连自己老公都不关心 你想吧 最亲的一个人她都不去关心 你说说自己自私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这也是跟咱们中国的这个社会性的这个结构有关系 中国的这个思想观念 中国人 啊什么 中近女性 这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就中重中中重成什么程度了 就是说 女性享有这个特权啊 就这个特权就 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了 她就觉得 对不对 呃稍微就是说 没有达到那个 网络上就是说这个流行的这个观念 就就是男人应该做到什么什么什么程度 那就是不合格 那就是差的不行 那其实 越过那条线 你知道吗 你懂吗 越过那条线的男性啊 一点中年也没有 别人家 就是每天像累得像条狗一样回去了 然后还要在八街老婆 然后怎么怎么样 一点中年也没有 你老婆也不关心她 让她做这做那做这做那 跟条狗一样 最后呢 对不对 你屠了个什么呢 轰音破碎 对吧 人都是有脾气的 你等到就是这个 这种情况持续到一定程度的话 都会爆发的 这不可能长久的 因为你一个不不尊重你的一个人 和你一直一直相处下去 你肯定不可能一直想想 就是甘心这样一辈子的 是正常人都会有脾气的 对吧 你想想我 比如说 我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是他老公 我那扛一下午 这个 就为了多多挣点钱 回去了 他还让我干热干的 完全不不关心你的死活 你本来就很疼了胳膊 他还让你干热干的 做的 对不对 患者我肯定会生气发脾气 对吧 但是他呢 就觉得哎你不爱我 你怎么怎么样 不听我的话啊 就委屈啊离婚 对不对 这就是大多数这个 这两性关系当中这个 离婚的家庭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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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点和一个结果 就这种这种原因 对吧 但其实你觉得是谁的责任吗 对不对 你你女性你就一点 察言观色的这个能力也没有 而且你是不愿意 完全就是没没把这个心思 放在这个老公身上 你看他回来就是那种 也不说话去很累的那种 很憔悴的 你就应该给人打 打盆水 洗个脚 给人捏一下 就是捏着肩膀 就问一问 怎么样 关心一下嘛 这才是真正的那啥 不能说总是男性关心女性啊 这搞的他妈的跟个祖宗似的 一天啥也不干 然后再再关心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嘛 为啥是中国男人就没中眼了 自己造成了 对不对 我通过出这个视频 我要告诉大家 虽然是我前几期视频我说过的一个观点啊 男性要有忠言啊 不要惯着女性 对吧 你每天就是面对那样的祖宗 你是开心的不得了吗 我相信你也是就是因为那个性欲那方面啊 你才区区区区从他 当当你那个幸运一过去之后 他还那个德行 你早就对吧 你早就跟他翻脸了 不可能说这种关系呢 持续一辈子 必须得懂得互相宗众 互相宗众才是这个男女关系持续发展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的一个东西 不懂得宗众对方那能行吗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我又想延伸说一点 女性指的那种宗众啊 指的那种 不合她的意就叫不宗众 那其实很多情况下她那个她的那个意思 她的那个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占便宜 我没有占到便宜你就是不宗众我 好多女性就这种思想 你看那个生孩子那个警告 我听了这个我哎呀我要是他老公我真 哎呀对吧 就这种感受真的真的很很 我就觉得她很差呀 差到不行的那种 中国的女性是全世界最差的女性 全世界 就目前我感受到的 你别说什么 以前的日本女性多差 你别说以前 你就说现在嘛 为什么要说以前呢 以前的中国的女性和贤良舒德呢 你不要为什么要说以前呢 你就说现在也不要说以后 现在这个整体全世界来看中国的女性最差 就是这种感受 中国的男性最优秀 但是也是最没有中年最贱的男性 女性 咱们中国女性不叫贱 是被男性宠坏了的那种差 男性是真的贱犯贱 当舔狗的 对吧 你不当舔狗 你没有人宠他 所有的男性中国男性都崛起了 都不 都不去去惯着女性 那中国的女性自然而然就好了嘛 对吧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啊 通过那个事情 我真的在我身身边 我来恒见之后 我发现了好几 好几个这种女性 就是这思想很不正常 对吧 就这样 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拜拜